初学绘画里边的话 到底要不要练这个排线 大家的话都纠结在这一块 觉得老师的线条画出来真好看 我画出来咋是 早两年前的话 我就说呢 没必要去练 但是现在的话 我说不练 为什么这样去说呢 看一下我的观点 还有看一下 我在学生运用的一个方法 还有到最后他们出来的一个效果 第一的话得练 练的原因在哪 好多同学 老师你这也有差别 我直接去抹就行吗 我抹的方式的话好多呢 我告诉你啊 你可以试一下 你拿上擦笔的时候 当你控制不好力度啊 我重点出来是这 我轻点出来是这 你会发现 整个你抹出来的也是滑的 你不行你试一下 当你的话 能控制住笔的一个力度的时候 你擦笔这一块 你也能把它控制好 当你这一块就控制不好的时候 我告诉你 擦笔这一块 你抹出来也是乱的 所以现在的话 不是说你得练好排线 最主要链是你手里边的一个力度 这才是重点 你能不能画的时候的话 刚开始我能特别重 慢慢的把这个线条 慢慢的给它变灰变亮 慢慢消失 到最后提醒 而并不是说一下中 一下轻 一下中 一下轻 到最后就乱了 刚开始的话 针头线这些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你一定得知道 线条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明白这意思没 那在这一块的话 好多同学说 我得练多长时间 不要多长时间 你稍微了解一下 看完课程之后 比如排线这一块 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一个错误的 你直接可以从几何形体 从正方体开始去画 重点来了 画的时候 你不要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线条的整齐与否 你要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整体的黑白灰 这才是一个重点 明白吧 还有的话 刚才我说的 手里边力度的一个控制 当你注重了这的时候 你就会注重的 手里边力度了 因为你得过度开 它的变化关系才能出来 明白这意思没 这才是绘画里边 最终的答案 每天的话 一点小知识 让你在学绘画的路上 有迷茫 赶紧贯注我